在家里如何准确地测量一次血压 张大夫今天用一个视频教会您 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完 看完了你就会量血压了 一般来说 对于刚诊断高血压的患者 或者说近期血压波动比较大的高血压患者 监测血压 我们要连续监测5到7天 而对于血压比较平稳的高血压患者来说 一般来说 一周有一天注意测一下血压 甚至有的人血压特别平稳 两周三周都是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平时监测一下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平时也要有量血压的习惯 而不是说我觉得我身体很好 我就不监测血压 至少我们体检的时候要测一测血压 而且如果有条件 自己最好在家里也测一测 因为毕竟家里量的血压才是最真实的血压 好多人说孩子也需要测 没错 现在青少年的高血压的情况并不少见 所以说 几近于男女老幼都要有条件监测一下 那么一说到测血压 好多朋友第一个问题先不是说怎么测 他问你说 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血压剂 实质上来说 现在主流指南推荐的还是上臂式的血压剂 也就是在上臂测量血压的这种电子血压剂 而原来的水银血压剂因为它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万世的血压剂可以作为上臂式血压剂的一个补充 但是不做主流推荐 简单一句话 大家买一个上臂式的电子血压剂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现在国家权威部门相关部门允许销售的这些电子血压剂应该说都是有一定的准确性保证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那么紧跟着大家要问说怎么测 一般来说测血压 我们要坐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 有个靠背 硬靠背 可以这样靠着 坐五到十分钟 休息五到十分钟 安静休息 不要翘二王腿 不要大声的说话等等 休息五到十分钟之后 用上臂式的电子血压剂 我这找了一个模特 绑到咱们这个上臂 一般两个胳膊选择血压偏高的一侧进行测量 不要选择低的一侧 选择血压偏高一侧的上臂 绑到这个位置 这个血压剂的绣带 或者说咱们那种台式的 血压剂的绣带要和心脏处于平齐的状态 血压剂绣带的下眼距离肘横纹大概两个公分 而这个血压剂的松紧度呢 可以放进去一到两个手指 不要太紧 也不要太松 绑好之后 这一般都会有个箭头 让它对准咱们这个宫动脉的方向 按下开始键 单次测量模式 就可以了 血压测量即将开始 请保持平静 测量开始 血压测量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说话 不要翘着二郎腿 不要抖动身体 这样的话呢 我们测量的血压才准确 一般呢 要取一个这种比较正的正座位 在家里自己测量的血压的 高血压诊断标准 不是140-90 高压 121毫米鼓柱 低压 60次 毫米鼓柱 内部 86次 每分 即将传输数据 请勿关机 然后呢 我们关上血压计 应该说在家里量的血压的 高血压诊断标准呢 不同于医疗机构的高血压诊断标准 它呢 是 135 85 也就是高压超过135 大于等于135 低压大于等于85 是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而在医疗机构 包括体检机构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呢 是高压大于等于140 低压大于等于90 这是家里测血压 与医疗机构测血压的不同 而且呢 好多朋友会问 说张大夫 我一天测几次血压 一般来说啊 咱们现在指南主流推荐的是 早晚 早晨测三次 晚上测三次 一般来说 咱们以早晨为例 早晨起床之后 30分钟 上完厕所 不要吃降压药 不要吃饭 如果能坐的话 安静的坐5到10分钟 进行血压的测量 刚才呢 咱们介绍了这个方法 而测量的这三次呢 往往呢 就是说 我们到底选哪几次 认为它最准 往往第一次比较容易高 比如说第一次 160 100 第二次呢 145 90 第三次呢 143 89 往往呢 我们量这么三次血压 选其中比较接近的两次 比如说 我这个患者 他早晨第一次血压 160 100 后面两次呢 145 90 143 89 那我们选比较接近的两次 把偏差最大的一次去掉 把这两次记录下来 求平均值 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 或者说一个记录方式上 一般来说 这两次比较接近的血压呀 最好相差 这个压差相差 不要超过10个毫米拱柱 最好是在4个毫米拱柱以内 你比如说 我这一个 145跟143 相差4个毫米拱柱以内 90和89 相差4个毫米拱柱以内 这样的话呢 最具可信性 当然如果三次测量的偏差都很大 那你就再测一次 这样的话呢 看看和哪一次相差的更近 两次差异性更小的 记录在这个本子上 记到小本子上是最传统的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手机的这个APP 手机的软件 可以大家记录进去之后呢 它就永远跟着你这个走 都是可以的 关键就是我们要注意测量血压 然后注意记录 这样的话呢 医生才有调整药物的依据 早晨是这种方式 记录两次血压 以及平均值 晚上是同样的道理 一般来说呢 晚上到底什么时间测 好多朋友会问 有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选取自己血压升高 比较明显的时间 或者血压波动比较明显的时间 当然我们相关的一些资料呢 也有这样介绍 说建议大家呢 晚餐后 吃完降压药之后 睡觉之前进行 这种类似早晨的三次血压测量 当然晚上这一次具体选什么时间段 还要看具体情况 每个人具体情况 以及医生需要监测的时间点 希望我今天关于如何测血压的介绍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大家觉得好 可以点关注 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关注 或者说不会凉血压的人 让他看完咱这个凉血压的视频之后呢 能够全部学会如何凉血压 谢谢大家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盈大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